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接下来呢 说到沟通 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人 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 不是Google小姐了 她在实体活动 还有数位平台上 是智力非常在努力沟通的 一个代表性人物 我想我知道她是谁 我最近才刚采访过她 我这里还有采访她的影片 真的吗 那我们来看看啊 以未来大人物活动来说 你的看法与期待为何 我很同意 今年未来大人物这个活动 以世代沟通 就是在世代之间 大家都等待着沟通的 这个想法切入 从我的角度来看 各位这个未来大人物 都是擅长在世代之间 结合不同的资源 不同的想法 但是又能够让 不同世代的朋友们 都认同相同的愿景 的大人物 所以其实与其说 我有什么观点 想跟大家分享 不如说我很想要 跟这些大人物们学习 也在我接下来的工作里面 能够更进一步 连接各个世代 不同朋友的声音 作为未来大人物论坛的开幕讲者 接受社会企业的工作的时候 也是用一个社会连结企业的这个角度 并不是要让所有社会的工作都变成企业 而是要在社会跟企业中间产生出新的连结 这样一种人跟人之间透过沟通 一直产生出新的连结的方法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沟通对你来说是什么 沟通对我来讲就是两个人 彼此之间互相倾听 乃至于许多人之间互相倾听 倾听之所以叫倾听啊 对我来讲 就是人在听到别人的遭遇或感受的时候 会从本来平衡的状态 倾斜成为比较不平衡的状态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反思 透过内心 又从这个不平衡的状态 变成平衡的状态 而且这个过程还可以分享给对方 那随着我们之间彼此之间 这样子一直做互相倾听的过程 慢慢我们看到的世界 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可以体会到彼此不同的主观的经验 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就叫沟通 好的 让我们欢迎数位正伟 唐宋 非常高兴可以来讲 其实呢 诶 投影呢 刚才大家在影片里面也看到了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要来跟大家学习的 并不是有什么非讲不可的东西 所以这个为了说到做到 在座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 可以麻烦连到这个网站 slido.com slido.com 在slido.com里面呢 它会让你输入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今天的日期 前面加两个零 零零九零二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匿名的聊天室 那通常如果具名的话 大家都会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但是匿名的话就会问出很有趣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任何你觉得想要听我说的 或者是觉得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觉得别人提的问题 或者想法很棒 那就麻烦按赞 那按了赞之后呢 它在这个画面上面就会往上浮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就会用就是最高票的 就开始决定我接下来演讲讲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就一直讲 然后讲到时间没有了为止 或者是如果大家已经完全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这种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好 那所以就麻烦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 连到slido.com 然后呢输入零零九零二 是今天的这个日期 那在大家正在进入这个聊天室 准备po东西的时候 我就先这个暖场一下好了 这次的就是邀请 就是所谓的未来大人物 它叫做这个Becoming Aces 那我刚刚其实在后台 就是听了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同的非常棒的这些 连接社会 跟连接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方法 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就刚刚在后台突然间想到的 所以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Aces 就是它是在扑克牌里面的A 它是那个花色里面最大的 最厉害的就是所谓的大人物 那但是呢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棒 是因为刚刚听到这二十对 其实呢是在做二十件 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花色是完全不重复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 不管是分科系或者是选组 或者是传统的教育 或是传统的所谓的人工的分类里面 其实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不是文组就是理组 只有两个花色 或者是还有一些别的 但是总之呢 就是这么有限个花色 然后呢在里面呢 如果还碰到一些 就是喜欢考试啊 把大家这个排名加以比较的老师的话呢 就会觉得说 一个班上只有一个A 然后其他都是23456 这样子排下去 但是这当然是一个幻觉 吓不倒我们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幻觉 我们在接下来的国民教育里面呢 在新的课纲里面 已经完全把这样子的想法去打破掉 其实所谓的108课纲 新课纲的一个精神 那我们在课纲里面要求老师说 我们再也不要把小孩 好像是分成花色 然后互相比较 第二名第三名 而是试着跟着小孩一起学习 然后让每个小孩 长出自己的花色来 然后在他这种自发的学习里面 成为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ASIS 那但是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字 就是Becoming 因为我本来的想法 就看到未来大人物 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什么 预选般什么感觉 就是还没有变成大人物 这个快要变成大人物 说文解字嘛 但是呢 我实际看大家做的事情 就是其实大家做的事情 都已经非常的成立 非常的自成一个 并根本不需要等到未来 所以我后来呢 就看到说 原来这个Becoming这个字 或者未来这个中文呢 我要对它有一个不一样的解释 我才能够把刚刚听到的东西 跟这个题目呢 把它吻合起来 什么解释呢 就是说每一个这样子在做的团队 或者在做的各位 如果有自己的这个花色长出来了 其实就是代表着人类 或者我们这个社群的 一种可能的未来 好比这样说在1989年 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虚拟实境 这个技术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当时非常的昂贵 然后呢 基本上不太有多少人用 但是呢 有用的少数几个人 好比像说 有一个叫做 Gibson的一个写科幻小说的人 他用了之后呢 突然之间他脑袋就这个 脑洞大开 就写了写了非常多 这个所谓未来世界的 这样子一些小说 那在他写这些小说的时候呢 他当时刚体验VR的时候 就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 未来已经来了 它只是还没有均匀地分布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人 先在社会上面看到一些未来的一些可能的样子 而且甚至已经自己身力其境地活在那个未来里 但是呢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试着跟整个社会建立连结 然后让整个社会也看到这个未来 然后一起带入这个未来里面 那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这可能二十足或者是在座的各位 可能每一个都有完全不同的对未来的想象 以及对未来的做法 但是呢 这个就是becoming这个字 对我来讲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我们在哲学里面 becoming通常是跟being是相对的 所谓being就是说 一个东西它从头到尾就是固定不变 然后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把椅子就是一把椅子 一辆车子就是一辆车子 可是becoming的意思是说 它随时都在流变 每一天有新的情况 有新的社会的要求 有大家新的需求出现了 这个东西就更新 如果大家有这个软体更新的经验的话 它就更新 它还是名字也许还是一样 但其实它的内容已经完全不一样 它更能够切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 那所以同样的我看到每一组的工作 其实他们今年的工作 跟去年的工作 跟前一年的工作 它的那个价值是一样的 可是你看它实际做的那些task 做的那些步骤 其实完全的都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在新创叫piver嘛 就是说一直转向一直转向 那你只要转得够快就不会失败 就没有失败两个字可言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接下来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把每一个步骤都只看成是说 我现在要becoming 要能够把我看到的未来 跟其他人对接 连接这个过程里面必要的步骤 而不是自己去认同自己做的那个工作 好像说我就是什么什么师 或者我就是什么什么专家 因为后面这种就好像是把自己当作是工具 然后去服务一些什么别的价值 那当AI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工具人来当工具 总没有真正的工具来当工具那么厉害嘛 所以说所有这些工具人的部分呢 大概就都会被替代掉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去想说 当AI来的时候 所有我们做的这些步骤都可以让机器来做 而我们自己致力的呢 是把我们看到的那个未来带给别人的话 其实呢 就AI就是跟我们一起前进的朋友 好 以上是对这两个字的这个自由联想 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这个slido上面的问题 通常到这个时候都至少会有一个问题 好 结果有90个 OK 那好处就是说像这边有51个赞 这51个赞的意思就是说 我回答了这一个问题之后呢 我就回答了52个朋友的问题 就是比较善用这个双方彼此的时间 好 那然后呢 我如果正在讲到一半呢 有人要这个吐槽啊 或者要说什么的话呢 最新的会在底下这边这个冒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匿名聊天室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工作 我想一想 他有一位朋友刚刚突然间问说 大概还剩多少时间 我们应该是有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嘛 对不对 好 那就大概还有55分钟左右 有位朋友问说 目前政府数位沟通的一个进度 我们大部分的数位沟通 现在都在一个单一的网站上面 叫做join.gov.tw 那join这个网站呢 就是所谓的公共政策的参与平台 它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是说大家可以揪团 如果揪到了5000人提出一个联署的话呢 那部会呢 就一定要做具体的回应 那第二个是说呢 从今年开始 所有政府即将要通过的法规命令 以及所有贸易相关的法律案 都必须要在上面公告 通常是60天 这60天里面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然后来帮我们踩刹车 踩油门 踩离合器 或者转方向盘 总之呢 我们在推出很多法令预告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上面的朋友们的各种意见 来让我们重新考虑说 这些法令到底要怎么去做 那除了联署跟这个法规预告之外 它的第三个部分呢 是所谓的来监督 那这个是比较晚上线的一个部分 来监督呢 是我自己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是把所有我们院列管的案子 也就是说我们行政院觉得很重要的案子 都变成一个好像预算视觉化的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预算视觉化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种院列管的大案子 目前放在哪些部会 然后呢 你如果对其中的某些有意见的话呢 你就可以实际去看它的执行率等等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哪些东西留言比较多 那举例来讲 这个我随便挑一个 我们要针对哪一个地方政府 金门大桥建设计划好了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目前开了几个标案 他们正在做哪些事情 在施哪些工 累积的执行进度 然后还有预算的执行率 都可以看到它一路往上 不过呢 金门大桥好像没有一路往上 为什么预算执行率 可以执行到一半掉下来 好像厂商把钱退回来了 然后呢 再往前走呢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很有意思 那除了这个报表之外呢 底下当然就有留言区了 而且这是九年的计划 已经做到第八年了 所以就有一位访客留言 说图是不是有错 问号问号 这个虽然拼字有一点不标准 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得懂它的意思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金门大桥的单位就出来说 因为厂商施工进度严重落后 书面通知限期改善没有成效 我们终止契约把钱收回来 重新办理发报等等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trivial 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就这位承办的来讲 他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他帮他节省了风险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有人打电话来问 这怎么回事 然后他讲 对方在转述出去 或者是在跟记者说 或者自己发一篇什么稿子 或在Facebook上面随便写一写 其实对这位承办造成了隐形的风险 但是因为这个是完全公开的 所有人都可以看清楚 事情的真实的状态 所以呢减跌了他的风险 第二个呢 这让他的时间呢 这个变多了 也就是说这减少了他的心力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次 有人想要找类似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在Google搜寻就排还蛮前面的 所以大家一早就知道 现在金门大桥发生什么事情 即使呢有立委或其他议员要来要资料 那这位同仁也只要把这个超连结 贴过去就好了 贴超连结是最不花时间的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它满足了我们这个公务人员的两个 最主要的啦 就是要把风险尽可能地降低 然后呢 要把自己的时间呢 尽可能地释放出来 去做有意义的工作 那这件事情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对工部门的期待 就是它要尽可能地稳定 因为它是最底层嘛 要确保上面的东西都可以 方选得好好的 所以它必须要在每次 变更发生的时候 都很清楚跟社会各界沟通 所以这个是来监督的工作 那在提点子里面呢 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的是说 在此之前就是 可能我入阁之前 有一段时间提点子 确实有一些成案 但是呢 因为它是跨部会的案子 然后某一个部会很不幸 推不掉就单下来了 然后呢 大家就会等六十天 然后写一段非常文情必茂的信 但是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对不起 这我无能为力 然后大家就会非常非常不爽 那但是呢 这个自从就是我开始 就是结束为政委之后呢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把所有的跨部门的事情 都用所谓的协作的 这样子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沟通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成案了相当相当多的案子 好比像说 我们来看一下 像有一些是 请求内政部空情总队 设助恒春机场 那这个就是恒春当地的居民 去让旅游过来的人都要连数 不然不放他们走 然后就凑到了大概八千多人 来显示说在恒春那边 确实存在 好比像说如果你中风啊 或者有任何紧接医疗需求 那边真的没有医疗能量 那他们是希望说 把直升机派到那边当救护车用 当然如果刚好中风了 适不适合他直升机 另外一回事 但他至少很清楚地反映出 当地真的医疗需求很严重 而且如果要后送的话 要等一个半小时 很困难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 在跨部会讨论之后 院长就去看 然后发现实际是这样 然后大家就用直播的方式 告诉所有人说 包含媒体说 这件事情的癥结是什么 然后呢我们把钱放到恒律医院 就是在那边的一个 卫福部的部立医院 为什么是花在刀口上 为什么真的可以解决 地方的需求等等 所以这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大家具体提的案子 是用这种跨部会的方式 来处理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中营平台看 有一位Vic问说 请问遇到对方很难沟通 几乎不理性思考 那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来继续下去做交流跟沟通 我自己跟那个家里七只猫 跟两只狗 这个相处的一个心得 就是说这个 大部分的交流沟通 其实是不是靠理性思考的 我不管看再多书 然后练了再多讲法什么东西 这些狗跟猫 统统都不理我 也就是说 其实绝大部分的沟通 它是发生在 并不是理性思考的层面 它是发生在non-verbal 就是说不是讲出来 不是写出来的那个层面 因为沟通 就像我刚才在那个录影里面讲的 很大一部分是说 你稍微把自己倾斜 然后让自己进入一个 愿意被对方影响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呢 其实它的目的是要 让你能够稍微感觉到 对方的感觉 那有了相同的感觉之后 你才能找出一个字眼来说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他说 我不觉得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如果不是建立在 一开始有相同的感觉上 那再多的理性思考 其实就是 我讲我的感觉 你讲你的感觉 只是碰巧用了同一个字 然后到最后还是基同鸭讲 就是说 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 如果对方 没有办法进入理性思考的 这个情况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听啊 如果他这个能够讲 那当然是最好 如果不能讲 他是用哭的 那也很好啊 用闹的也很好啊 用上吊的 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总之 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这非语言的方式去表达 就是处在一个 很愿意被他影响 但是呢 在心里面又露 又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是看着被他影响的这个自己 然后呢 留一点点疑郁 这个疑郁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把你感受到的他的这个感觉 去给一个名字 去给一些名字 去用一些方法去把它描述出来 为什么要留这个呢 是因为 如果你不留这个的话 那就等于被他这个攫取啊 掳去了啊 这个网络啊 什么的 就是说就会变成这个 完全受到他的影响 那个叫做sympathy 他可能有同情心 可是不是empathy 就是并没有同理心 同理心是在同情之后 可以很快地去又回到自己平衡的状况 然后呢 试着去把它讲出来 或者是写出来 那当然这件事情 讲起来非常非常容易啊 但是中间其实是有一段 非常非常长的过程 所以当我说在心里留一个空间的时候 通常的意思也就是要在时间上 或者是在空间上面留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感觉到对方这个强烈的不舒服 或者强烈的高兴 或者强烈的愉快 然后觉得自己心里的这个空间 快要被挤压到没有了 那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们叫做boundary setting 就是设定一个边界 就是说 诶 我现在感觉到这里 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毕竟一餐不能够吃太多 那我们是不是下个礼拜再过来 或者是明天再过来 或之类的 你只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告诉对方说 我会再回来 再听 我没有听完的这个部分 其实呢 你心里的这个空间呢 就会慢慢地滋长 有位朋友说 目前的政府号称最会沟通 但是非常野蛮 身为政府议员 你怎么看 想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我想就是说 有意愿沟通跟会沟通是两件事 就是最有意愿沟通 离最会沟通 也是一个这个becoming的过程 就是说 其实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学会沟通 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互信 对于专业的事务官 就是career public servant 专业的公务员而言 当你跟他说 现在有五千个人 然后对于这个恒春什么发表意见 有五千个人 对于FB上面有很多诈骗的 获到付款表达意见 有五千个人 你知道我跟他讲 有五千个人 这五个字 那大部分的这个公务员呢 其实第一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的脑里想到的就是 五千个人他会包围行政员 对不对 会包围立法院 五千个人可以做非常非常多事 五千个人在马路上面 是一股非常大的这个动员的力量 然后呢 他们就会发现说 唯一这个 你能够跟五千人讲话的方式 可能你是用一个扩音器 用一个大神工 这些非常古老的技术 可是这些古老的技术的问题是说 他虽然可以让一个人对五千人讲话 可是他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听五千人讲话 那我们现在在引入的这一系列的公民科技 就是希望不但要让一个人可以听五千人讲话 这五千人彼此都可以听彼此讲话 所以好比我入格之后 加入了一个提点子的功能 就是 哇 最近案子怎么这么多啊 好 我们来挑一个这个争议最大的好了 好 那这个争议最大的案子呢 这个目前已经五千九百九十六票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说这五千多人呢 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在底下呢 会非常引经据典的 然后类似slido投票的方法 然后呢 甚至还有人提各种各样的reference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空间设计成怎么样呢 设计成你不能够回复别人的意见 就跟slido一样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其实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每个人po一个东西 即使对方有不同的想法 他要在他那个不同的想法里面 也获得大家的支持 你也不能够指名道姓 然后也不能够去做人身恭敬 这是跟某个这个脸书的这种空间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当我们同仁在刚设计这一版界面的时候呢 他们把赞成论点跟这个其他论点呢 去做了一个计算它的比例 所以像128比32的时候 那128本来是非常非常长 然后32就只有一点点的 那我看到这一版之后 我就发回去请他们重写这一段程式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这样的话 它是鼓励洗版 或者说它是鼓励拔河 它是鼓励把这个看作一个 好像一个零和的游戏 我要揪尽可能的多人来支持我 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子 每件事情本来就有正反两面 大家加到这个讨论的目的 是要把最好的正面的论点 跟最好的不同的论点 尽可能地浮上来 让大家一起考虑 所以说当我们在设计这种空间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把大家的力气浪费在这种零和的拔河里面 而是让每一个人花进来的每一秒钟 都在我们叫做non-rival 就是说是叠加上去的 而不是我加一分你就扣一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其实用话很难解释 但是我最近有翻译一个游戏 所以如果有玩过这个游戏的 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容易就可以了解 什么叫做非零和 非零和的游戏 或non-rival的游戏 就是双方如果合作的话 双方都会好一点的这样一个游戏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 还蛮好玩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关于野蛮的这个问题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当 就是所谓barbaric 就是野蛮人这件事情 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他讲的话我听不懂 这本来就是野蛮的定义 所以从事物观的角度来看 一旦他发现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 大家都好像蛮文明的 大家是讲得起话的 脑里就不会有说 这是报名啊 这是民粹啊 这种不当的联想 所以呢 他们就可以开始更信任 提案人一点 那有一些时候呢 提案人其实是更专业的 好比像说 说Mac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的那位提案人 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 Mac的设计师 那当我们不把它看成报名 而是把它直接请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忽然发现说 明年报税软体 只要用一下他的这个专业啊 马上就可以改写了 所以我们明年的报税软体 就不会让人报税完之后 想要砸电脑了 那所以就是说 每一次不平责民的这些朋友 他不一定是因为 觉得政府野蛮 他可能觉得是说 为什么我讲话你听不懂 那为什么听不懂的原因 就是因为双方的脑里 没有办法对焦 那创造这样对焦的空间 就是突破这个瓶颈的方法 我们目前每个礼拜五 都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处理一个案子 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觉得世代间的代沟 是怎么产生的 怎么样可以减少 我想一个人他认知世界的方法 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当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呢 都有一个过滤的过程 也就是今天早上 跟一个叫做KK的一个作家 他我们讨论了一下 现在的各种趋势 那他里面提出了其中一个趋势 就叫做filtering 就是所谓的过滤 那这个过滤呢 大家可能都有第一手的经验啊 就是在Facebook上面 只会看到自己按赞的东西啊 Line上面加一些 已经认识的朋友啊 然后越来越 好像活着的这个世界 都是跟自己志同道合 或者不志同道合 但至少吵架吵得起来 不会听不懂 他还讲什么的同温层嘛 那所以这个是一般 对于过滤的一个定义 但其实呢 我们即使没有这些科技 这些社群软体 我们从小到达也 整个学习过程 也就是在做filtering 因为人脑学习的方法是 我看到一个新事物 我把它跟我脑里面 觉得世界是怎么样 加以比较 然后呢中间有个差异 然后呢这个差异 把它写进长期记忆里面 当这个差异 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办法理解 当然也写不进去 所以每个人在做学习的时候 其实就是从自己的 第一手的经验出发 慢慢慢慢像这个树状 一样的去扩张 但是太远的这个树梢 除非你就是搬去 这个不同的部落 住个两个月 累积新的第一手经验 不然的话根本不可能用 这种传统的方式 加以学习 所以世代之间的差异 当然最简单的讲法就是 因为大家有不同的 第一手经验 那再好比像说 我们的上一个世代 或上上的世代 还记得这个戒严时代 当时话是不能乱讲的 是会被消失的等等 那可是我们呢 或者比我年轻的这一代呢 已经都不记得戒严了 已经完全没有这样子的 第一手记忆 那除非是透过 就是相当好的 好比像说 有一位未来大人物 他们团队设计的那种 互动游戏啊之类 否则的话很难去 进入对方的 第一手经验的世界 因为这个就是 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事情 那当然我可以讲说 VR啊AR啊AI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 让人更容易地 不需要浪费自己 全部的时间 就可以把自己的 第一手经验 把它浓缩起来 然后让其他人体验到 那但是呢 我觉得技术是里面 最不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你愿意去 被别人的第一手经验 影响 甚至完全 就是让你跳脱 你自己本来认识 世界的方法 那是一个相当 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习惯了之后呢 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也还好 就是你一下子 变成看到别人眼中的 世界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感觉多了 其实慢慢地 这个代沟就消失了 但这个并不是 一蹴可及的 这个是等于每天每天 要去练习的 没有简单的方法 当然VR可以 就是加怪它 如果对方很容易 进入拒绝沟通的状态的时候 怎么办 那就不要沟通嘛 好像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当大家在说拒绝沟通的时候 其实就跟前面那位朋友说的一样 通常我们说对方拒绝沟通 指的是对方拒绝听 但是并不是对方拒绝表示 对方还是继续在表示 对方可能很神奇 对方可能这个发黑函 对方可能这个摔摔东西 对不对 但是那些还是 严格来讲 沟通啊 就是那些还是communication 他只是在脑里没有那个空白的空间 去放你这边的东西而已 他还是很愿意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放到你这边来 那当然我们沟通是需要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在留给自己空间的同时 也是留给对方 让对方有长出这个空间的可能性 但我在这边不是要背什么 寒山石的路那些东西 虽然那个确实也是有道理了 但是我在这里比较讲的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数位科技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就像陈珊妮说这个背上可以下载两次 意思就是说 你把你这个状态放在线上的时候 你可以对方等对方准备好的时候 再来把它下载 而不是完全一次同时性的沟通 你一定要对方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就逼他下载这个东西 所以通常当对方陷入着 好像脑里没有沟通的能力的时候 我都会自动切换到非同步沟通的模式 可是这个非同步沟通的一个重点 仍然是他要设定一个期限 好比上在线上问我问题 我说24小时会回答 刚刚连数完60天要回答等等 他还是要有一个你看得到的 那个近未来 这样子才有可能用非同步的方式 继续彼此沟通下去 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未来台湾的教育体系 会不会有关于AI训练课程 加入正规教育 另外应该如何帮助现今的年轻人 拥有属于新世代的科技能力 这稍微有一点点相关 不过事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有一点点作弊的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在台湾的教育体系里面 所谓的AI融入教学 确实是我们目前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台湾的AI发展蓝图 就是在之前的有一场 叫做SRB的会议之后 现在科技部大概有写出来一些东西 我们放在DigiPlus里 叫DigiPlus Smart 所谓的数位国家创新经济 AI发展方案等等 那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叫做on device AI 或者on edge AI 就是人工智慧不是只有在超级大的公司 超级大的计算机中心帮大家算 大家只是使用这个人工智慧学习过的结果 相反的我们应该发展出一系列的 AI的这个演算法以及硬体 是让大家自己在手机上 或者是在手表上 或者在车子上 总之离你近的地方 是你的个人延伸的地方 就可以进行学习 就可以进行调整 这个就是跟之前的所谓的个人电脑的想法 是一样的 那这个把它融入教学 就是在108星课纲里面 所谓的就是ICT融入教学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 因为在接下来 我们不管任何的东西 它只要放一点点非常便宜的晶片 它都会自动具有所谓的认知功能 就是我们在脑里面 它比方说看到一个人的脸 想起它的名字 听到一句英文翻成中文 随便我们在脑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中书 做这种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认知功能的事情 那所谓的AI就是把这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 分别写成不同的程式 然后移到外面 让机器也可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所谓的这个Cognition 或Cognifying 为什么我用一个火焰的图示 因为它跟火的发明 有相当多相似的地方 在当时这个火发明的时候呢 其实是把我们在身体里面 本来就在做的这个消化的过程 就是吃一块什么生肉啊 刚采下来的果子啊 那时候的人类 本来就会慢慢把它分解成小分子 然后让身体可以利用 但是呢 第一个是说一餐可能只能吃这么多 然后在外面呢 这个没有放就坏掉了 所以其实文明一直很难这个兴起 但当火发明之后 我们是把身体里面做得比较慢的一些东西 不但移到外面做 而且是批次大量做 所以你就可以一次那个弄好烟熏一大堆东西 它就不会坏掉 而且呢大家又可以吃得更健康等等 那但是呢 火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知道有整个城市 是因为火的关系这个复制一具 它如果没有善用 或者是只有少数人知道怎么使用的话 其实它本来就是有危险性的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就去用它的话 但是文明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并不是让火好像是秘密一样 只有大祭司可以用啊什么之类 我们现在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叫做加政课 就是说我们在小孩非常小的时候 就教他们怎么样使用火 怎么样是安全的 怎么样是危险的 而且呢 从最基本的 就是只是用火煎个荷包蛋的程度 到五星级主厨的这个程度 中间每一点都有人 这些人都很愿意分享食谱 分享他们用火的方法等等 也就是说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是一件安全的事 不是因为它本身是安全的 而是因为第一个 这是personal 我自己可以决定怎么使用 以及第二个 这是可以学习的 每一步都有比我更会一点点的社群 愿意跟我学习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面对AI的一个态度 那接下来就是 如何帮助现今年的年轻人 拥有属于新世代的科技能力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确保 就是在台湾的每一个地方 因为我现在只管到台湾嘛 那台湾的每一个地方的小孩 在他进入教育的时候 都有充足的频宽 有充足的计算能力 然后有充足的像这样子 有投影啊等等的 这样子一些设备 那为什么这样是因为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这些新的教材教法 或甚至这种演讲的方法 如果没有办法使用 这样子学出来的小孩 他不能够只靠想象 没有看过海的人 要去想象水的那个感觉 不可能 就去使用AI 或者就去发展新的科技 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所以势必慢慢会变成 好像就是两个世界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而且会越来越加速 那就是为什么 就是跟各位借了一点钱 放在特别预算里面 来确保说在那个 就是课刚在上路的时候 所有的学校都至少要有 三百米的频宽 都一定要有这样子的 充足的所谓的翻转教学 或是连线教学的这些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 所有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而已 因为朋友说 入阁为止觉得自己 哪些部分做得不错 哪些部分又还需要更加努力 我觉得做得不错的是说 我在入阁之前 其实花了一整个月 跟大家用线上问答的方式 讨论说我要怎么做事情 我要做哪些事情 那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 Conservative Anarchism 就是持守的 无政府主义 持守的Anarchy 那这里面 所谓Anarchist 这一部分的意思 简单来讲 就是说我不相信 夏命令这件事情 我觉得夏命令这件事情 就是有害的 好 那是我个人的一个信念 那但是实际放在工作里面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不但不接受命令 我在入阁前 就跟我们林区院长说 我入阁前是做这些事 我入阁后呢 就还做这些事 你就不要命令我做别的事 我就做一样的事 然后呢 只是夏娜纳税人 只是让我全职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我在里面为什么不下命令呢 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我如果下命令 是因为我的这个层级高 然后底下非得做不可 那这件事情 其实既没有减少他们的风险 然后呢 也没有节省他们的时间 就是硬做 那这件事情呢 等到我不坐这个位置之后 就会有两种结果之一 第一种呢 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说他就 马上就推翻了 所谓的人去正习 那这个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消费了 这个大家的期待 这还是好的 那坏的是说呢 这些承判人也掉职了 下一个承判人 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然后就继续去做 然后就变成冗工 那这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ritualization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像这种仪式性的东西 就是因为当时设计的那个环境 设计的人 已经执行的人都不在了 但这件事情还是要继续做 那工部门里面 充斥着这样子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并没有想要加 再多的这种东西进来 但是呢 如果不下命令 到底要怎么让大家动起来呢 那因为除了命令权 或什么预算权 人事权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 就是所谓的议程设定权 就是大家要谈些什么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等于是把议程设定权 分散给各位所有人 只要有五千人的联署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进入我们这个对话的空间 那就保证所有的部会 的所有相关的人 都会出现在面前 而且都一定会讨论 你设定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我可以保证的 那但是呢 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 我下命令 他们要去怎么处理 他们要怎么处理 还是回到他们自己 可是经过接近一年以来 这样子协作的讨论 所有参与的部会都发生说 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就是传统的公务员呢 是如果发生问题了 那他要担责任 如果他做了什么好的决策呢 长官呢就全部拿去了 都是长官的这个功劳 但是呢 我这样子做事情呢 因为全部有逐字稿啊什么 而且是一件新的事情嘛 所以说呢 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测 通通都是唐凤的错 但是呢 如果有什么事情做对了 有什么政策做好了 永远都是这个 不会同人的功劳 而且透过逐字稿 所有人都看得到 是他在什么时间点 出了一个好主意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报酬矩阵 完全反转 那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目前做得还不错 就是让大家更勇于创新 因为创新 基本上就是风险 有别人单 但是如果有credit的话 是大家分 这个情况是还不错 还需要更加努力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非常多啦 千丝万缕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scaling 就是这件事情 这样子做事的方法 有没有可能慢慢地去扩充 我们目前成功做到的是 把这些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工具 大家在线上看到这些工具 每一步都省一点点力气的工具 确实部会啊 包含地方政府用的都相当多 但在这后面的一整套思考 就是我们所谓的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 或者敏捷式的这个做法 其实这些被培植出来的公务员 目前还没有在 从头规划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说好 我们就这样子做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赔利的过程 我觉得还是要多花一些时间 我们看很多国外的经验 大概都是要花到两三年以上 有位朋友说 我是一名中学生 我该如何亲自参与教育的改变 欢迎你报名下一届的课审会 没有 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个新课刚出现之后 我们里面有一个精神 就是每一个学校发展自己的特色 就是自己的花色 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在学校的角度来讲 每一个学校在未来 会有它自己的一个课发会 这个课发会 如果是它在高中的这个层级 不管是技术还是综合 还是一般高中 它要负责规划 这个学校特色的必修 这个学校特色的选修 是把大学那一整套 提到高中阶段来 那即使它是国中或者国小 它都要去想出一些新的 这样子的结合社区 结合学习者 结合家长的这种教材教法 那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老师 尤其是偏乡的一些老师 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负担 这个我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大家自己就是stakeholder 就是利益关系人 你自己就是中学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去参加课发会 那你参加的方法有两种 一个是在实验教育里面 去找到你所住的那个地方 大家去做实验教育 去做共学团 这些都是合法的 那在这边去贡献你的心力 做到好到一个程度 它会被惯性教育 不是 义务教育去使用 那但是呢 或者是你可以在义务教育里面呢 去挑你附近的学校 去参加他的老师的备课 那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其实很多老师 在现在这个阶段 尤其是对这种新的 所谓素养融入教学 这些东西 是很愿意去跟学生进行讨论的 当然同样的 如果你发现他只是想要说教 而没有想要跟你讨论 然后呢 你也没有那个时间 听他说教的话呢 那就换一所学校嘛 这样子 好 那有位朋友说 这个对于已经有 非常深的主观意识的人 怎么开启他的沟通的契机 主观意识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对某件事情 它的gut feeling 就是他身体的感觉 就我听到这个字 我的感觉就是 忽然间变得很好 或变得很不好 这个是一层 另外一层才是 他的ideology 就是他的意识形态 他想到什么字的时候 会用哪一套概念去解释他 基本上我们不太可能 改变后面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是从前面的部分 自己长出来的 那是他脑里面的一个状态 我们如果硬要改变的话 可能需要透过这个手术 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个是非常暴力的 我们在这边不推荐 那但是呢 你改变他对一件事物的感受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像很多人呢 在好比之前 G0V临时政府的黑客松 很多人听到黑客松三个字 就觉得我要写城市 这个之类之类 就是会有一种 这个先入为主的感受 听到黑客松三个字 但是呢 他只要 不管被拐骗啊 但总之就是只要一来 他就会闻到这个 很香的米粉 很香的这个披萨 很香的这个 各种各样炸鸡啊 食物啊之类之类 因为基本上G0V不太花钱 钱都花在食物上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两个月一次的黑客松 在结束之后 过了两个月 其实大家都不记得 到底有什么题目 有什么团队了 但是如果那次食物特别好吃 你一定记得 而且呢 如果那次食物特别难吃 你也一定记得 也就是说 我们用的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你听到这个字 还不知道是要 用什么感受 或有些先入为主的成见 然后呢 就使用这个 最基本的 就是很好吃的食物 这类的东西 或是很舒服的 这个场地啊等等 去改变他 对这个概念的感受 那至于他的感受改变之后 他后面意识形成 他不要跟着改变 说真的那是他的事情啊 就是他要花多少时间 他要用什么方式去改变 至少你让他 愿意去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停止思考 但是当他继续思考的时候 他的意识形态会长成什么样 说真的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至少 这是沟通的一个契机 有位朋友问说 请问觉得台湾年轻人 25到35岁 我36了 不是年轻人了 最强的竞争力是什么 我们如何继续对未来 抱持有希望 我觉得台湾最强的竞争力 就是合作的能力 就是不竞争的能力 我在台湾教过相当多的学生 然后就算在入阁之后 也在杭州美术学院 用远距VR的方式 教过学生 甚至还把杭州跟高雄的学生 用VR并到同一个教室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 在竞争上面 就是说只有三个花色 然后大家拼命去跑第一 其实台湾这一辈的年轻人 其实已经不太买单这一套了 并不是说 大家都不买单这一套 但是其实心理对这个东西 其实已经有一点松动了 因为发现到说 这件事情 其实对谁都没有好处 如果一个人的自信 是建立在说 我就是第一名上面 那就是有一个 比较厉害的人来 他突然自信就降低了 或是说 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人转走 他的自信就提高了 可是他的状况 其实明明一模一样 那把自信建立在这种 非常不稳固的上面 到底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是没有的 那所以我觉得 透过社交网络 透过我们现在年轻人 各种各样自发组织的方法 大家都发现说 在组队打怪的时候 重点并不是 你跟别人的相对排名 重点是这些多元化的这些能力 要怎么样搭配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样子 临时就可以搭配在一起 而且预设是 愿意相信对方 去在那个信任游戏里面 去按合作 第一步是按合作 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觉得 最强的这个合作力吧 你要把它叫竞争力也可以啊 那如何对未来 持续抱有希望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说 因为你就是未来嘛 就是你的这个人生 就是代表人类的 或者是整个社群的 一个可能的未来 所以抱有希望的一个方法 非常简单 就是说就是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你在世界上面想要看到怎么改变 那就自己去把那个改变活出来 那活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忘记让其他人知道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我说活出来的时候 这边并不是一定像之前影片 那样子这个积极正向光明的 不是这样 像这位这个信任的演化的作者 Nicky Case 他之前做了 别让图形不开心 就是我们不要去歧视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不然的话 整个社会就会分裂 但这个是基于他 自己被歧视的经验 这个在之前 他有写一个coming out simulator 就是出柜模拟器 那是他自己跟他爸妈出柜 然后最后非常惨的经验 他又写过另外一个游戏 是讲怎么治好忧郁症 就是透过我刚刚讲 看到一件事情 改变对他的感受的方式 那个是因为他自己 忧郁的经验 也就是说 他会不断地写这样子的 互动的方式 去把自己生命中一段 不一定舒服的这个历程 以及他后来 怎么好一点的这个历程 让大家用互动的方法 得以理解 所以并不是说你走到一个 这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未来 这个未来就一定是充满光明 不是 他可能是非常非常黑暗 但是在这个非常黑暗的情况下 你至少记得这是什么 然后你走出来给他一个名字 那这样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都可以因为这样子 而有更好的生活 好 请问觉得台湾的人才 在沟通上面 相较其他亚洲的国家 其实全世界 有什么样子的优势 或者是劣势 我自己其实对于 其他亚洲的国家的人才 在沟通上面 其实我并没有非常多的 第一手经验 因为我通常都是在线上 发起一个专案 然后就两三百人 两三千人进来一起做 我从来没有问过 他的国籍是什么 就像这个你在维基百科上面去编辑 你不会看前面所有的人的国籍是什么 也许有人 我不会去看前面所有人的国籍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觉得在台湾 我们毕竟是在open internet 是在网际网路开放的那一边 不是关掉的那一边 在开放这边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们在做贡献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去需要问说 你跟我是不是同一国的 我们要问的是说 所谓协作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没有刚好可以多分享一些东西 我拿来用之后 我也可以做一些东西 对你也有意义 这样就够了 你不需要事先去认识 不需要是最好的朋友 不需要是怎么样 就可以在线上用这样的方式 进行快速的协作 那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想台湾的优势 你硬要我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 想要有宽屏的地方 都可以有宽屏 接下来如果是 弱势付不起宽屏的月租费的话呢 这个会用大家纳税钱去补贴等等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让 去取用这个数位技术 进入数位空间 进行协作这件事情 不会造成大家太多的负担 那我觉得这也是算是一个优势吧 那至于劣势 我目前还没有想到 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了 有一位叫做大大按我赞 我好想问的朋友 跟41位其他的朋友说 对于Uber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亚洲连接戏谷 说中间要有各种各样的连接 但是呢 政府却放任既得利益者 阻挡乘车共享的发展 这里可能有些误会 Uber现在是合法厂商了 所以这个好像 我们没有办法说 它阻挡乘车共享的发展 而且Uber在台湾 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推过共诚 所以它到底算不算陈车共享 也有相当大的疑问 所以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在Uber进来的时候 确实花了一段时间 用线上线下结合沟通的方式 去问所有的利益关系人 他们对这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V台湾的一个程序 我们确实在当时 因为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 去进行收集 有一些 有非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个 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 因为当时Uber只有在北北基 跟一点点桃园机场有 我们通知人 然后来谈 或者在线上发这些讯息的时候 都是只有这些地方的 计程车司机跟车队 那但是呢 从我们讨论到这个 到这个翻译成 这个就是法律 法规文字 多元化计程车方案 中间可能过了半年一年 在这个过程里面 Uber就延伸到了台中 到了高雄 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要通过这个的时候 这边的司机们 或这边的其他的业者们 就会说 你当时做过这个 你说是共识 那是台北共识啊 有人问过南部人吗 没有啊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沟通上面 就又多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才把这个多元计程车方案 把它通过 所以我想这里面很重要 就是说 虽然线上投票的人 或线上进入讨论的人 我们看跟台湾的人口分布 是相同的 我们当时以为 没有地理上面的差距 但是事实上 有能力跑来行政院开会的人 就是在台北附近的 能够付得起高铁的 或者是要搭飞机的等等的人 他本身确实是有个地域上的限制 那也因为就是痛定思痛 想了这个 所以现在一直在作用VR开会的科技 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Airbnb呢 确实它是一个共享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在V台湾 其实已经有一个 这个检视原则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现在是没有把它叫做共享经济了 是叫做平台经济 为什么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 它到底是不是共享 就是要看它是不是短期租用 或短期的服务 可是每一个东西它是不是短期 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去辨别 所以呢 本来这个题目是叫共享经济的 但是我们列出来这个检视原则之后 会叫平台经济的这个检视原则 那我们就会用这样子一份范本 去让所有想要做创新的业者 不管是你要共享洗衣机啊 还是要共享停车位啊 以上都是真正的新创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主管机关去说 那我现在需要这样子一份法令上面的修正 然后呢 我就可以 中介职业的人或者非职业的人 我的平台是单纯中介或者是我要抽成 或者是我来派遣等等 我们有一块checklist 然后大家做完这个checklist之后呢 我们就会要部会填一份一样的checklist 然后如果两边能够对接的话 就不用在旷日费时跑那么多机关 直接就合法了 那如果现在法规还有一些要调试的地方 没有办法那么快 或要说服立法院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到sandbox.org.taiwan 这是一个所谓的沙河的这个创新时政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就可以说 那我框一块地 我说服某个市政府 我先来做 那这件事不要算我违法 我六到十二个月之后呢 我交出一份报告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的话 那法令就可以及时修正 不过再讲下去就变成业配了 所以我差不多就走到这里就可以了 好 继续 有一位AC说台湾生活方便 社会福利也不差 为什么在台湾的薪资无法像国外一样呢 台湾明明就是潜了一股呢 那台湾的物价也不像国外一样 所以你要我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生活水准或生活福利不差 但是台币跟其他这个币值的汇率 它确实是就是在一个很有趣的情况里面 但是第一个这个不是我的专业 第二个这个不是我工作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台币跟其他币值的汇率 是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呢这也不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那但是这个这样讲当然不是非常负责任 我觉得我还是多说一点好了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国家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政策 是鼓励大家去赚国外的钱的 从当年是制造业是一个固定的分工就是这样 比较海外的某些所得到一个程度不用磕水啊等等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台湾在以前产业链里面 这个非常稳定的位置非常好用的一些杠杆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迈入帮整个区域去设定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发展 像刚刚的那个AI on edges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些同样的政策手段不一定还能够无限制的继续用下去 这个是事实那但是至于要怎么样调整比较好呢 我可能会给一些建议 但是这真的并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有位朋友说这个婴儿潮世代约50到65岁 多以上引号听我的才对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 你没经验下引号等角度来命令新世代服从 来接受他的意见要从何开始开启沟通 那这是同样的一个回答 就是要累积相同的第一手经验 或愿意去体会对方的第一手经验 这个听起来很玄啊 但事实上就是好比像说带着阿公阿嬷去抓宝可梦 这个事实上就是非常快速的累积第一手经验的方法 你跟他讲一大堆AR啊 这个什么device啊 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就是去挑你觉得很有趣 他也觉得很有趣 完全没有生产力 但是有这个同样第一手经验的事情 然后去进行累积 因为只有有共同的第一手经验才有讲话的这个基础嘛 也就是说不管吃盐啊还是吃米啊还是吃什么 现在有可以新吃的不同的什么什么berry啊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是那个宝可梦吃的那些东西出现了嘛 那这个东西是所有人都没有吃过的 所以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层 这个对你都是新的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用互相学习 共同学习的角度去接触这个新东西 如果你一直卡在说 这个当年的盐 现在的米这样子的东西 那又陷入一个零和的竞争性的 对啦 确实你多一年我就好像少一点年资 这样子的很奇怪的讨论的角度里面 这样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那至于就是服从的这个部分 其实大部分人只要碰到新的经验 其实就不会急着去下命令了 他先去试着理解 现在先去接受 还来不及 根本不会知道要下什么命令 下命令通常都是他觉得 他的这个系统他已经玩到烂熟了 才会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要一直创造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 所有人都是新手 那包含设计这个的人 因为也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来用 也是新手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不会有彼此一定要服从的情况 有一位这个立刚 我就知道会有这个问题 请问您对长辈赖群组 谣传唐凤利用大数据监控人民 所以要把手机包上铝箔纸 放进微波炉里 请问微波时间要设定几分钟 零分钟 不然你的手机可能会坏掉 就是我想 这边讲一下 就是说确实啊 我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呢 我不做这种事情 不表示没有人做这种事情 政府不做这种事情 不表示业者不做这种事情 业者不做这种事情 不表示应用城市开发者 不做这种事情 大家都在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政府尽可能的 我们在就是有各种各样子 就是通讯监察保障法 这些都是明文的 就是好比讲说有重大刑案 或怎么样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事 没有的时候 绝对不能做什么事情 不能够监听大家中间的通讯 但如果你已经被抓了 检察官已经起诉了 那你的手机对不起 只好扣压来看里面的记录等等 这些都是有due process的 都是有正当程序的 这些是有 就是所谓的作用法 在那边去做约束 谁能够做 有组织法在那边约束 但是业者呢 可能没有这些东西 他们有的是演算法 演算法比起 组织法作用法的特点 就是它不用人来解释 它自己就生效 它好像物理定律那样子 就是一下子就生效了 可是很少人能够去问说 那这个演算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个演算法 要这样子设计 大部分人在用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划了五页的这个 然后按我同意了 然后于是你就同意演算法 去随便做什么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 我想谈通这两个字 看作一个branding好了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说 那我来检视一下 我在用的工具 到底正在搜集我什么样的资料 那我觉得就很好啊 对不对 你就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特定的个人 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习惯 去想说 我真的有需要 告诉这些城市 这么多资料吗 它是不是真的符合资料最小化原则 这是不是必要的资料 它搜集了之后 它要如何处理 处理之后它要如何利用 会不会给别人利用 会不会做目的外之利用 说不定你想一想 就会有空去看个资法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是对社会教育有所帮助了 大概是这样 有个朋友说 在工部门工作年轻人也很想创新 但是体制非常僵化 应该如何做 应该如何改善 我想就是刚才讲那个报酬举证 那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要先组织起来 先想要做同样创新的人 即使在完全不同的部门 要组织起来 为什么这样 是因为创新它大部分时候是失败的 可能九成五以上是失败的 但失败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小圈圈可以取暖 告诉你说 这个你失败了没有关系 你是帮大家交的学费 我们大家都学到重要一课 下次再来哦 这样子 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个小圈圈可以取暖 没有人平常可以自嗨的话 其实就是失败前十五次 大概已经称不到第十六次了 一般做创新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才需要一个所谓的小圈圈 那这个小圈圈相当重要 那在公部门里面好在现在这个 加密通讯软体发达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小圈圈的存在 只是说这个小圈圈的性质 它是创新的呢 还是只是完全自嗨 完全自嗨也没有关系 就联络感情 但要到某一点上面 你可能就要变成那个change agent 就是说去试着带来一些不同的改变 那当然就是从降低风险 节省力气也开始 最容易被其他人接受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也认识很多年轻的公务员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希望的了 然后当然如果你碰巧碰到某一个这个长官 他愿意说好那风险我来扛 那有credit大家分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了 那但是即使没有这样子的长官 至少愿意说风险虽然不能他扛 但是你就先试试看吧 反正试的也没差 所谓的best small 就是一次赌小小的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有位朋友说 公部门与民众沟通政策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觉得入阁之后解决多少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同样的就是政府不够信任人民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信任是双向的嘛 政府信任人民到某个程度 人民也许里面才会有一小部分人 愿意信任到相同的程度 如果政府不信任人民 然后人民盲目的信任政府 这样叫法西斯 这样子真的对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一个民主政体 它本来就是建立在 政府是信任人民 人民是能够自己组织起来 告诉政府自己的实际需求 的这件事情上面的 现在问题只是说 在公部门里面愿意信任人民 纳入人民的意见 跟人民实际对话的这些公务员 能不能在尽量少风险的情况下 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入阁之后 解决的最大的部分 就是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转变 并不是说我进来修了什么法 或者是说改了什么规则 或建立了什么新制度 就一定可以把这个风险 降到最小 但是呢 大家现在或多或少 都有一个感觉说 那我们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 也许并没有那么可怕 并不是大家都是报名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确实是有一些改变 有位朋友问说 面对大量的恶意的批评 该如何持续的沟通 这个我一向有一个方式 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了嘛 就是所谓的拥抱小白的这个方式 拥抱小白 就是说网络上有一些白目的朋友 那他们之所以在网络上有大量的恶意的攻击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生活里面 渴求着注意力 可能就可以拥抱啊 或者是这个 一些真正的朋友啊 可是都没有啊 那所以就只好在网络上面去找注意力 可是在网络上面找到注意力呢 每次是一个不同的人啊 所以说呢 他每次就是发表很中二 或很厨的发言的时候 虽然可以获得注意力 可是这个quality不好 因为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关系 所以呢就像这个某些食物 就是没有什么营养 你吃了肚子还会感觉饱 可是醒来之后就更饥饿 然后呢于是呢就去乱 然后又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大部分大量恶意批评的朋友 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心理结构 那我在处理的时候 所谓拥抱小白的做法 就是说假设他这个大量 好比像说一百一个句子 里面九十五个都人身攻击 然后但是呢有五个句子呢 勉强可以把它想成是建设性的 那我就很认真的去回那五个 因为在网络上面回留言的时候 不是只是回给他 你是会给所有在旁边看的人 所以在旁边看的人就会发现说 哦原来只有有建设性的部分 才能得到唐凤的回应 所有其他部分就好像他没血一样 那既然他需要的是注意力 而且我现在给的是 真正的持续的注意力 那他们就会学着改变 他们的做事方法去说 好了那我还是有建设性一点好了 不要来这边乱 而且这样非常快 可能两三次互动之后 大家就会学会说 这个怎么骂都没有用 唐凤是不可能生气的 那但是呢如果有建设性的话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去进行回应去持续沟通 但是呢为什么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人身的攻击 心里完全没有生气的情绪呢 原因就是说我每次看到任何一个字 让我想要砸电脑的时候 首先我没有要砸电脑 电脑很贵 但是第二部分是说 我每次一感到这个虫头 我已经养成一个反射动作 就是我就先从电脑旁边做 站开一点点 然后呢就开始放好听的音乐 这个泡一壶很香的茶 然后怎么样 这个反正用食物啊 用气氛啊 用怎么样 让我下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脑里浮起来是好棒的感觉 然后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字 现在会让我想要翻桌子 每一次想要翻桌子 这个感觉都已经刻意地 被用这种 我们叫做认知行为治疗的方式 去替代了 所以就是说 你不管什么 觉得好像会伤害我 什么玻璃心的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 我看到的时候就是想到 对那一天喝的是康复茶 康复茶很不错 之类的 这样子一种感觉 好 那所以随着这样子的 我们叫做精神按摩嘛 就是说 每次按到酸痛的点 那边就松开 再按一下 那边就松开这样子 所以给自己一个空间 然后慢慢这样子松开之后 其实就不会被字 或者被这种人生攻击 或被恶意所攫取 那在里面其实 还是有很多人看起来是恶意 其实是关心你 然后其实是有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所以像这样子的东西 就可以去认真的处理跟回应 有一位不悲观惹这一位朋友 跟31位朋友说 在南部的长辈甚至是年轻人 都不一定知道社会上 还有这么多优秀团的年轻人 他们资讯还是很旧的那一套 没有新的刺激不会像年轻人一样 想翻转社会 这是该如何沟通呢 然后底下马上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 不要占南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台湾是一个 有非常多多元性的地方 它不是只是南北而已 我每两个礼拜 接下来会去巡回 已经巡回过一轮了 行政院的云家办公室 中部办公室 南部办公室 东部办公室 然后每次去那边 跟社会企业的这些 创新的朋友们沟通 虽然大家都是顶着 社会企业四个字 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跟你在台北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大家都想要翻转社会 这是没有问题的 也都面临要怎么样 把自己做的事情 让长辈知道 你到底在干嘛 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我自己 这样子沟通几轮下来 我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想法 就是说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本来就有不同的社会情况 社会问题 本来大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想要建立的社会连带 所谓的团结经济 solidarity 就一定不一样 所以说它重点并不是说 北部很厉害 很创新什么 并不是 而是说北部解决的社会问题是这些 然后这个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都是有不同的社会问题 不管是透过农社气的方法 透过合作社的方法 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也是非常创新 也是去解决了 那当它解决的过程里面 它也是在翻转 那边的地区的社会 那我能够帮忙的 其实就是说 确保政府不要挡大家的路 而不是只是说 不挡北部的年轻人的路 那个任何地方的年轻人 在提出说 它的社会需要政府调节什么 需要政府帮忙什么 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都会最慢最慢 两个月巡回回来的时候 给一个具体的回应 这叫做按字管考 就是讲出来的每一个字 做成逐字稿 然后所有重复的字 都变成 不会要解决的项目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原来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社区 跟台湾另外一个角落 某一个社区 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 他们两个就可以变成好朋友 然后就可以 又不觉得孤单 然后又可以有小圈圈啊 自海啊 这些非常适合创新的这些行为 有一位朋友说 政府是否将规划 帮助青年人创业的大平台 有非常非常多的平台 其实 像青年元梦网 已经是一个行之有年的平台 那个是中期处的 然后教育部也有一大堆 科技部也有 然后这个法规沙盒也有 其实已经够多了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 平台不够新 或平台不够大 我进来之后发现 大部分的问题是说 大部分的平台 不知道别的平台在凭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 是很麻烦的 那之所以会要这种巡回 或像十月开始 我会每个礼拜三去空总 早上会有office hour 大家可以来跟我聊天 的原因就是说 等到这些六七个部会 联系的去 不管在线上还是实体 处理大家提出来的问题的时候 不只是这位朋友 可以得到解答 而是每个部会知道 其他部会到底在做什么 在提供怎么样的资源 在内部形成 这样一种团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 并不是往外 给大家又有一个 可以跳上来的东西 而且往内 公务员都知道说 我们这几件事情 联合在一起 就可以提到 这边有一个投资的 这个审阅的平台 投资审阅的标准非常好 投资下去之后 这边补助的平台 就可以去把投资成功的案件 加以补助 而不是说 有时候是反过来 我都已经补助了 补助的时候 也没有怎么样评估 但是它绝对不能失败 因为KPI很烂 所以我就跟别的部会 想办法投资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部会跟部会之间 有事到临头 已经要救火的时候 才联系的关系 或者有一开始 就知道会有 综合效果的关系 那我目前大部分的工作 是在做 就是在事前 就有综合效果的关系 我们剩下五分钟了 还有199个问题 我们就只好快问快答 要怎么探索 自己真正喜爱的事物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从你完全没有听过 对它没有成见的东西 但是跟你的经验 很不一样的开始 也就是说 如果你感到好奇 在某个地方的人 某个职业的人 怎么样的人等等 他是怎么样生活的 然后就去shadow他 就是去过那样子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最快的 因为你丢到一个完全没有 跟你平常习以为常的东西 相似的地方的时候 很容易就可以被对方的 真正的经验所感动 你不会一直去想说 我之前有过 这个我之前是怎么样 那这样在这里面 如果由你所喜爱 或你所好奇的 可以全心全意地变成 真正的第一手经验 而不是从学过的东西 去反推的那样子的 可能第二手第三手经验 至少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学的 有位朋友说 请问唐凤嘚嘚嘚 听过观众提问 最烂的问题是什么了 其实是没有烂问题的 只有烂答案而已 所有问题都是好问题 那当然当我讲出 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通常不会卷到最底下 然后去看倒数这个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最底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零票的好了 零票的就是 完全没有人按赞的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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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位马利欧提出来的问题 这个也没有很暗 可能不是真正的这位马利欧 有很多马利欧 然后有一位朋友说加油 这也不是有问号 但是其他的都很好 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 如何判断是不是有道理的 这个也很好 对于正义魔人的看法 我比较喜欢iOS还是Android 我在这边郑重地表示 我都有带上台 然后用LINE如何沟通 然后像政府如何跟LINE沟通 当然就是把政策变成在LINE上容易转传的这种长辈图的形式 这个我们在里面有一整个团队现在在学这样子一件事情之类 对所以大家就发现说除了这位朋友他是非常踊跃的这个 把他叫做这个问题就超烂 那这样我们只好说好吧这个问题是最烂的问题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说不管是机票的问题其实都是好问题 我觉得大家愿意花时间 花个几秒钟把问题这样子key进去 其实都不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只要愿意这样子投入这个心力 我觉得有对称的这个注意力 你花几秒钟 然后我至少花几秒钟看过回答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沟通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那至于这个问题的形式 我讲了什么字 你打了什么字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借口而已 就像我常常觉得说很多好的project 像刚刚demo的这些 或甚至更大的维基百科这些project 它其实再大再漂亮 它还是只是借口 那真正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想要有这样子的借口 去认识彼此 然后去认识这个世界 然后创造新的价值 好那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哦 谢谢 再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